趙大哥 對於大陸國裁辦 將針對台灣五個名罪 與貝城等人做懲戒 您怎麼看 我是覺得這沒有必要 這個 這怎麼樣他也是 我們要尊重所謂的言論自由 也許講的話你不愛聽 但是在台灣其實也就這樣 大家各說各話 受眾會自己做判斷 你現在要懲罰這些名罪 其實也懲罰不到 了不起不去大陸就是了 這樣的話台灣反而會覺得說 你管到台灣裡面來 管到這個名罪的言論 說實話這些名罪 絕大多數他的講法我也反對 而且我非常反對 甚至有時候非常的深無痛絕 但是他是有他講話的權利 他如果違法我們就依法告他 他如果沒有違法他要怎麼講 其實你也很難去干涉他 那當然媒體本身也要注意 你這些名罪如果說太過頭 其實對媒體本身當然你可以吸引一些觀眾 但是對媒體本身的形象質也不好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這還是台灣內部的事物 那就算批評了大陸 就算講的話大陸不愛聽 然後呢這個長被管轄到台灣 我總覺得是不太適合的 一段時間以來 黃世聰 李正浩 王毅川 宜北城 劉寶傑等 極少數台灣所謂名嘴 罔顧大陸發展進步的事實 須以編造有關大陸的虛假負面信息 並通過電視網絡報刊等媒體大肆傳播 他們的錯誤言論 第二 門閉部分島內民眾 挑動兩岸敵意對立 傷害兩岸同胞感情 事實清楚 情結嚴重 大陸方面 將依法對善述五人及家屬實施懲戒 第二的沉默和縱容 就是對善的不公與傷害 輿論不是法外之地 任何編造 散布謠言 擾亂社會秩序 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都將受到法律的懲處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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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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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